我侯友宜 謹以致誠 向全國人民宣誓 謹是 宣誓人 侯友宜 跟這個所謂趙大康就有鼻子有眼睛 拿起來啊 於是以致誠 怎樣怎樣怎樣 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公安公司 不只該開除 侯友宜應該跟他們民事求償 一千萬 這個太蠢了嘛 你選舉選到這台剩四天 四天是什麼 四天叫做不到一百個小時 你怎麼浪費時間 去做這種很神經病的事情 你講點政見不好嗎 你罵點賴清德不香嗎 對不對 你為什麼非得要把自己當猴子一樣 賴清德跟蕭美琴 選前國際記者會 這個畫面 跟這個畫面 請問你要選誰 對不對 日本 美國 韓國 瑞士 這都不離譜 丹麥的 意大利的 有巴西的 有卡達跟阿拉伯 為什麼 他要聽台灣 未來的領導人 在兩岸國防外交上 他的政策是什麼嗎 侯康佩台中大造勢 全員到場後 後方投影幕從總統府外 轉成總統府內 天津總統府向人民宣誓 投影幕變成政府總統就職場地 經國庭背景 只見侯友宜高舉右手向上升職 背景台詞 就像模擬總統就職宣誓 共講了164個字 警示宣誓人 侯友宜 你要宣誓什麼 我已經不管了 這就是 鬧堡這個點真的不OK 那個人有時候自信過度 自我膨脹了 是有點言之過早 太自信了 而網路上也引起討論轉傳 還有吐槽聲音 主辦單位 台中 台中他們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們就要求 說到時候有個宣誓 我們都遵照 對此趙壽康解釋 他與侯是入境隨俗 這一場中台灣肇事 除了搖晴吶喊 還引發民眾不滿 我們在管事 我如果有吉祥不走嗎 這個太 不是這樣 你太好了嗎 晚間8點40分 好幾位民眾想離場 卻被制止 他們是重點人物 好不好抱歉 那我們 他們在那邊是重點人物 我們就不是重點人物 不是這個意思嗎 聽到重點人物 抑止侯康兩人 選民忍不住 提高音量 警方解釋 藍營台中黨不規劃 這一場造術晚會 要等到晚間9點後 遊覽車才能離開 這一場選戰 盧秀燕當起了母雞角色 被吳子嘉點名 是否會成為下一任隔魁 盧秀燕 監釘截鐵 自稱不會入閣 關鍵時刻 強調不會變成 落跑市長 三立新聞 曹生章李建營 台中報等 好再過四天 大家都知道 誰是台灣的下一任 總統了 但請教鄭浩 你說我們說要有總統的班 那你不是要用演的啊 洪友宜昨天在演什麼呢 模擬總統宣誓就職 這是什麼樣的演的橋段啊 對這個政治史上 超越膝蓋走路 膝蓋走路 最蠢的畫面 終於在昨天出現了 昨天狀況是這樣子 昨天整個國民黨到台中大造勢 大造勢 大造勢有幾個點都很扯 第一個是還有維安規定 遊覽車不能先走的 什麼九點才能走 剛剛那個畫面嘛 對不對 還有這種事 你如果今天是總統候選人要離開 那我擋下擋一分鐘擋兩分鐘 讓總統候選人的車隊先過 車隊先走 我再走這OK 可是怎麼會有維安在這邊擋人 說規劃九點之前 人家要離開不行嗎 這第一個蠢的 可是這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可是最蠢的就是昨天那一幕 竟然有所謂的模擬宣誓 如果我們有模擬宣誓的畫面 我們把它擺在這邊 就這個 這個昨天狀況是這樣子 昨天趙少康跟侯友宜呢 兩個人呢在台前 在台前呢 忽然這個頭螢幕 就出現了這個總統府的LOGO 然後出現總統府LOGO 他們兩個就很神奇的 螢幕走進總統府這樣子 走進總統府之後呢 就出現剛才畫面 就是經過廳的畫面 就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螢幕左邊 這是經過廳 這個經過廳的畫面 這個經過廳的畫面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宣誓的畫面 那宣誓的畫面呢 侯友宜呢 跟這個所謂趙大康就有鼻子 有眼睛拿起來 啊余余余製成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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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公安公司 不只該開除 侯友宜應該跟他們 民事求償一千萬 這個太蠢了嘛 這真的太蠢了 是你要辦到活動之前 沒有看過消息 不知道消息嗎 不知道run down 黨部沒看過嗎 對這件事情就是說 當侯友宜進總 跟這個公安公司 民事求償一千萬的時候 公安公司就會說 我run down有給你 丁美也說OK 侯友宜你的演得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你選上在就職嘛 民主國家 有人選到最後跑去就職的嗎 這個東西我們剛剛一致認為嘛 就是姑叔慕容嘛 慕容父嘛 一輩子想當皇帝 當不成 瘋掉 然後穿著龍袍 然後也開始撒糖果 呼嚕一些小朋友嘛 就小朋友跟你講 萬歲萬歲萬萬歲 萬歲萬 這不是很自嗨嗎 不是很神經病嗎 你選到這樣剩四天 四天是什麼概念 四天叫做不到一百個小時 你就算四天你只睡 每天只睡六小時 你夠了睡覺時間 也就剩七十幾個小時 你怎麼浪費時間去做這種 很神經病的事情 你講點政見不好嗎 你罵點賴清德不香嗎 對不對 你為什麼非得要把自己當猴子一樣 把自己當姑叔慕容 來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大塊 真的是中華民國政治史上 最蠢的一幕 這幕會被大家記起來 沒有人這樣搞的嘛 好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與之相對賴清德在幹嘛 哎呦 選前國際記者會啊 賴清德跟蕭美琴 選前國際記者會 我先不講內容 我就讓觀眾朋友自己想嘛 這個畫面 跟這個畫面 請問你要選誰 對不對 這才是對的嘛 對不對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這個記者會很有趣 他統計來 有28國 嗯 128家外美 嗯 217人參與 這參與是要登記的喔 不是我們很多記者會有那種 乞丐立委 乞丐記者 乞丐吃什麼什麼 把費什麼 不是喔 他是要登記的喔 裡面有多少國家 日本 美國 韓國 瑞士 這都不離譜 接下來誇張打誇張 有丹麥的 離譜打離譜 有義大利的 不可思議 留言不可思議 有巴西的 太離譜打 太離譜 有卡達跟阿拉伯聯合 卡達跟阿拉伯都來了 對不對 太離譜打太離譜 連卡達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共 大公共可能都來 為什麼 他要聽台灣未來的領導人 嗯 在兩岸國防外交上 對 他的政策是什麼嗎 重點來了 這個東西我就要問一個美嘎 如果今天是柯文哲開記者會 外媒記者會 會有這麼多人來嗎 侯友宜開會有這麼多人來嗎 我跟你講 我跟很負責人講 一定沒有那麼多人 為什麼 因為選到最後 他們知道賴清德會贏嘛 他要知道會贏的人 未來四年亞太局勢怎麼變嘛 嗯 所以才會有什麼 紐約時報啦 路透社啦 日經啦 都派五個以上的人來喔 五個以上的人是什麼意思 代表 他要同時開好幾條線嘛 對不對 他不會只開一條線嘛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清楚 對於這件事情 對我而言我來看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正確的選舉策略 也是負責任策略 好 所以大家很納悶說 那為什麼昨天晚上侯友宜要這樣子演呢 我們請教他親黃 因為很多人說 那你在等四天嗎 你選上就好啦 不然你等到五二零宣誓就職就好啦 還是你等不了呢 還是你就真的很想當總統呢 所以我一定要先演一下呢 好 現在就有網友說了 你現場喔 怎麼搞得跟玩半家家酒一樣 那接下來就要親文土地了嗎 那很多人很好奇啊 像鄭浩就說了 那你在台中嘛 講一下喔 我會帶你們大家賺大錢啊 這樣不好嗎 你演這些幹嘛呢 給誰看呢 這個下一步可能就要喝溪水了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變成另外一個三部曲 大假溪 就是先宣誓就職 然後再來親文土地 然後接下去去喝大假溪的溪水 然後就變成是三部曲 好 這個 而且這還不是我講的 這是今天有個國民黨朋友看到這一幕之後呢 他開玩笑跟我說 喝溪水可能都比親文土地 跟宣誓就職來得好 他不是覺得這樣很有效是不是 所以連國民黨有很多的朋友看了他們也是覺得看不下去嘛 但至少有件事情是確定的 就侯友宜在絕對數字上面贏了 什麼意思呢 他的宣誓就職的字數花了162個字 164個字 那賴清德的媒體加速是128家 所以164個字贏128家媒體 所以至少侯友宜在數字上面是贏了 是這樣比了就對了 如果按照他昨天用宣誓就職這個梗來的那個 我們講說那個梗想出來的 讓大家搏軍一笑的效果的話 我覺得這個數字呢 看起來也是蠻好笑的 而且你去看一件事喔 我們給大家看這個畫面喔 這個宣誓就職的畫面喔 你看這個上面打上這個 國民黨最愛的國父 然後呢你看趙少康也配合得很認真 你看喔 侯友宜在宣誓的時候 趙少康的手是比在胸前的 你看大家多認真 就是要演這一幕 就是我們就是宣誓就職 可是當然人家要問的是 那你等到你如果真的選贏的話 你再來宣誓不就好嗎 你演這一幕是何苦呢 你就這麼有把握 你一定會選上嗎 所以就像他正好講的一樣嘛 人家會認為你是不是當國王不成 或是你覺得沒機會當國王 你要先演一演過癮也好 給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那這個當然看起來就很諷刺 而且呢我們分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是喔 你可以發現這個選舉梗喔 真的是喔 國民黨真的是不斷的 一直在創新的紀錄耶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要選要造勢呢 你可以用正常一點的方式嘛 讓大家覺得像在路上這樣子對不對 在路上超過一千萬瀏覽次數 賴清德再加蔡英文再加蕭美琴 結果呢你看國民黨歷次的總統選舉 2004年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當時的連送被呢在親吻土地 所以呢才有開玩笑說 這個侯儀宣誓完了 搞不好接下來就要親土地了 親土地完了 這個是他們以前用過的招式嘛 那然後2014年九合一選舉的時候呢 這個連勝文當時呢是修機車 然後想說天啊 就連勝文你的背景再怎麼樣 跟修機車看起來也差很多好不好 這也很怪嘛 然後呢2019年國民黨總統初選的時候 那時候郭台銘也是讓大家驚呆了 為什麼 郭台銘有兩個動作 大家覺得這是不可思議 對 就是什麼呢 當時呢一個動作是他幫記者綁鞋帶 沒錯真的驚呆了 郭台銘以前是告記者的男人耶 那結果呢他在2019年的時候呢 他親自幫記者綁鞋帶 不但綁鞋帶 而且他當年還出現一個動作就是舔盤子 所以這兩個動作 對對對 那個舔盤子的動作 坦白說比綁鞋帶的動作來的精熟喔 大家都想說郭台銘面對公眾場合 把舌頭伸出來 這畫面怎麼看都很奇怪好嗎 然後呢到了今年喔 就去年應該說去年了 2023年郭董在拼連署的時候呢 翻桌兵的那一段喔 不是我姓郭我姓郭 某虎下山坡 大家看到影片的時候也是看到傻眼嘛 覺得郭台銘怎麼會總統規格選舉 用這種造勢的方式 這個你不覺得好笑的成分大過於爭取選票嗎 很怪嘛 然後2020年的時候 幫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2020年的總統大選 2019年的時候 當時韓國瑜也是好幾個動作 讓大家嚇呆了 為什麼 在他講Yes I do之後呢 韓國瑜要視察登革熱沒有問題 視察積水沒有問題 但為什麼要爬到樹上去呢 他的理由是說 看看樹上有沒有積水 但大家都覺得 這個身為高雄市市長 你有更多其他方式可以處理好嗎 你不用自己爬樹啊 結果後來還看到韓國瑜呢 在高雄水災神隱20小時之後呢 再聞積水的動作 你知道韓國瑜當年是連漂白水 是去聞的動作 想說韓國瑜有這麼愛聞嗎 就漂白水在視察的時候也要聞 然後積水也要拿起來聞 這個動作怎麼看都很奇怪 結果沒想到到今年呢 國民黨不斷的超越 就看到韓國瑜呢 竟然出現宣誓就職的動作 這個動作上大家一看就覺得說 天啊 你這個有這麼有把握 覺得你會贏嗎 而且你不覺得這個動作呢 對年輕人來說 各位 韓國瑜最缺的是什麼票 年輕票啦 對年輕人來講這個動作呢 坦白說是很蠢的一個動作啦 絕對不是高明的動作啦 所以到後面 邵邵康康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只能講說是主辦單位安排 他們配合演出 意思就是他好像也沒有很認同嘛 因為他如果很認同的話 他就大方的說 對 我們是真心實意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信心 所以我們宣誓給大家看 今天有人幫他辯護就是這樣講的啊 但問題是再怎麼看都覺得很奇怪嘛 所以在這裡面呢 你唯一可以解釋這個動作是為什麼 就是他們現在要爭取的是 原來藍營的基本盤嘛 就所謂的中華民國的這些支持者嘛 那過去呢你看在國民黨內深藍 劉家昌在呼喚的這一群人 不就是這一群人嗎 所以他要表達出來 就我像蔣經國一樣 然後我在經國庭裡面宣誓 他要表達出來那個正統的味道 所以表示他面對到一個問題嘛 顯然藍營在全面回來 支持侯友宜這件事情上面呢 可能是有狀況的 不是到時候日天了 基本盤不是照理來講 應該是溫達達嗎 怎麼到現在還要再呼喚聲蘭呢 如果像舉進你講的溫達達 我只問一件事 不是這個時間還需要這麼大動作的 做一些聯合內閣實則要氣保的動作嗎 但喊聯合內閣實則要氣保的動作 不就是現在看起來在操作的嗎 對 所以你看連韓國瑜都出來講什麼 不是科好不好的問題 是會不會贏的問題 韓國瑜這動作顯然也是要把 韓粉呼喚回來的氣保的動作啊 所以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就表示說 顯然他們大概也判斷說 有些問題呢 大概在基本盤裡面在發生當中嘛 後面我們會給大家看 看什麼呢 讓你看看科粉的社群 現在是用什麼方式在反氣保 而且在反挖藍營跟韓粉的牆角 在這個動作之下 我問你 侯會做出這個情況呢 是可以理解 但是呢 可以理解 但不表示說我覺得他不好笑 所以這個動作 還是很好笑的動作 所以他很難得很好笑就是 那要請教大家家凱 你覺得這是好哏嗎 周少康現在說是主辦單位要求 你沒有辦法去complain一下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梗呢 我們都知道昨天這個宣誓這個動作啊 這個PAR那個就是這個活動 它的設計啦 我覺得說跟真的是史無前例啦 但是我覺得 未來我們也歡迎不管是要選舉 因為我覺得他是宣誓嘛 我以為他宣誓內容是什麼 大家只一聽他就宣誓要效忠中華民國 而且實現他的政見嘛 所以我覺得不管今天三組候選人 或是未來的候選人 你在當選就是開票之前 都應該要宣誓 不管有沒有當選 都應該持續 就是秉持你的初衷 效忠中華民國 當然那個我覺得 那個背景代入感 當然真的很強啦 不管是凱達就是總統 不過是在那個廳內嘛 代入感真的很強 不過這就是尊重台中地方嘛 對不對 但是重點就是 這是台中地方決定的 當然是 每個地方就是台中黨部 他們為主嘛 那我們就是配合 但必須說啊 在場每個人都是 氣氛都是很高昂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就是黨內的造勢嘛 對不對 但是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不管結果怎樣 我侯友宜就是一聲 效忠中華民國 他不是這種 總統就職的宣說 他是說他會掃黑啊 反黑箱等等的 164個字裡面 他就是效忠中華民國 但是你們最近啊 打中華民國牌 跟經國牌有一點頻繁喔 是不是剛剛 新皇講的一樣啊 是不是最近 是不是鐵票有點鬆動啊 當然啊 對不對 柯文哲說他們的中華民國 其實是撿來 怎麼可能 古有諸葛亮草船借鑒 經過民眾黨民眾撿起 有可能嗎 沒有嘛 那就是韓粉動員過去的嘛 他搖著中華 所以韓國瑜這幾天 才會不斷的去喊說 支持韓國瑜人 回來投給侯友 對吧 我們當然不知道有沒有效 我覺得多少會有一點效 但是確實說 我們喜歡韓粉回歸嘛 對不對 因為你看到柯文哲招場 確實有很多一半以上 是拿著中華民國國籍 民眾黨他會拿嗎 不太可能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當然是希望他們回歸 我們是希望他們回歸 但是到底誰在操作氣保 柯文哲民眾黨兵 他們才是真正操作氣保 我就不說黃珊珊在那邊貼文說 要堅持正直誠信的 什麼在路上翻車那個 對不對 正直誠信跟柯文哲 畫不上等號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是在酸柯文哲 柯文哲可以先懷理他 但是誰在氣保 民眾黨他不是一開始 給四五年級一封信 還要給國民黨一封信 還有從頭到尾說 氣藍氣綠啊就是要投 這不是氣保是什麼 所以現在家凱凱文哲也蠻擔心的 好像侯友宜可能被棄掉的那一方 但要請教一下將軍 因為你自己來看 侯友宜最近真的是講中華民國 跟包括什麼蔣經國 然後國父一向拿出來 甚至還以用蔣經國明言說 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 是不是真的就像家凱講的 真的被挖掉一大塊的鐵票 今天不做明天就要後悔 是經國先生在當行政院長 要推動十大建設的時候說的 不是為了選舉 不要亂講 經國先生講這句話 是為了建設台灣 不是為了選總統 所以這個侯友宜套錯了 第二個 侯友宜真的 這句話套到侯友宜身上 套到侯友宜身上 真的蠻好的 2020的時候 叫你支持韓國瑜 你為什麼不做 現在要後悔了吧 漂亮吧 對不對 2020到了新北 肇事大會 李嘉芬到了 韓國瑜到了 侯友宜去哪裡 侯友宜去哪裡 他去看地方建設 但昨天明賢哥 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他說韓國瑜都已經幫侯友宜 站了99場 他真的有挺侯友宜啦 那乾韓粉屁事 乾韓粉什麼事 我只看到你不支持韓國瑜 所以才會跑去支持柯文哲 你知道嗎 韓粉 韓粉只支持韓國瑜 他不是韓國瑜 叫你支持誰就支持誰 這不一樣 如果韓國瑜 叫你支持誰就支持誰 韓粉推出來的市議員 為什麼都沒選上 大家想想看 韓粉是只支持韓國瑜 韓國瑜不在了 韓國瑜不選了 這些韓粉會回歸他的自由意識 所以絕大多數的韓粉 回歸哪裡去 柯文在那邊去了嘛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就跟監獄風雲一樣 你是廖北啊 我不知道 我只看到你吃飯 就這樣子而已啊 一樣的道理啊 我沒有看到你捍衛中華民國 我也沒有看到你挺國民黨 我只看到你2020不挺韓國瑜 那份恨 能化解 能化解就不是韓粉 可是我是選前四天耶 大家都在擴展票源耶 他們現在還在拉回基本盤耶 這是不是連基本盤都鬆動有一點危險 說實實話來不及了 剩下四天 你可以把人從柯文哲身上抓回來 你當柯文哲吃素的啊 柯文哲才不是我 剛才來到錄影的時候 路邊都有一個牌子 搖著柯P的旗 叫大家記得要到凱道 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看到一個 比較年長的人 跟那個年輕人對話 他說 你為什麼支持柯文哲 給我一個支持柯文哲的理由 那他就問這個年長的人說 那你支持侯友宜 你給我一個支持侯友宜的理由 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一看就知道他支持侯友宜 他說 你給我一個支持侯友宜的理由 你知道這個年長的長輩 怎麼回那個年輕人嗎 我們要下架民進黨 那個年輕人說 我也要啊 我也要啊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支持侯友宜 怎麼回歸嘛 怎麼回去嘛 怎麼氣飽嘛 在做夢 另外我在講 大家回憶一下 韓粉 國民黨的忠實粉絲 對於侯友宜的恨 除了沒有去挺韓國瑜的總統以外 還有一個 2021年的12月13號 侯友宜發了一篇千字文 各位還記得嗎 我不要全年念完節目就錄完了 我告訴大家 你看最後他說 我們只願當個小市民 七小平安歲月靜好 下面講什麼你知道 我們沒有分裂的本錢 台灣要團結 這幾十年來 逐漸的分裂 我們要找回那份單純 那份信賴 那份團結 那份情感 所以公投的事情 交付給人民自己決定 不要因為黨派顏色的惡鬥 讓這一種信念改變 一路走來 我侯友宜始終如一 這是真的侯友宜 現在的事嗎 現在的事嗎 侯市長 看看你2021年12月13號發的文 你現在是在做什麼 你現在做的事情 跟你2021年12月13號發的文 完全不一樣 那千字文裡面有哪一段 有提到蔣經國 那千字文裡面有哪一段 提到了你要當總統 那裡面哪一段 有看到你批判執政的 No 沒有 為什麼當時跟現在不一樣 因為你要選大衛嘛 然後宣誓真的是有意思 真的是有意思 宣誓總統 國企總統要宣誓 國旗在後 國父一向在後 你對誰宣誓啊 你對誰宣誓啊 那不是對國父跟總統宣誓 那是對中華民國憲法 不是在你心中嗎 你面對的是誰 是群眾耶 是群眾耶 群眾是把責任交付給你的人 你要對憲法效忠 你要對國旗 你要對國家效忠 你宣誓的位置是相反的嘛 所以我說這一場大秀 非常足以證明一件事 就是侯友宜非常想當總統 好 選戰鬥鼠四天了 那侯友宜呢 模擬總統宣誓 真的對自己有加分嗎 但我們來看一下 這句話肯定是扣分的 我們請教一下晃哥 韓國瑜在桃園那一場呢 說出了礦工之子 沒有中華民國 怎麼當副總統呢 這是要羞辱台灣人嗎 裡面有寫說 一個礦工的小孩 怎麼能當選副總統呢 為什麼不行 那我想請問韓國瑜 那什麼樣的人 才可以當副總統 我們現在回到 中古世紀的歐洲 或是印度 現在還在實行的 總姓制度嘛 就是我們的 這個身分是世襲的嘛 台灣的民主之所以可貴 就是因為 只要你努力 每個人都會有相同的機會嘛 那侯友宜不就是一個 菜市場賣豬肉攤的兒子嗎 對啊 那他都可以選總統 為什麼礦工之子 不能選總統 所以韓國瑜 你覺得賣豬肉 比做礦工高上嗎 你覺得賣豬肉的是 比礦工更高一等級的人嗎 其實這個其實是 非常嚴重的失言 而且外省權貴 那種感覺又出來了 對 你就會讓人家那種 其實台灣這幾年來 那種所謂的省級的差異 其實大家已經慢慢的已經淡掉了 因為說實在老一輩的漸漸凋零嘛 現在年輕人 比如說像我們這種年紀的 我們都是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嘛 所以大家比較沒有那種 省級的意思 可是你韓國瑜這樣一講 那個幽靈又被召喚回來 就好像當總統 永遠都是你們外省權貴的特權 台灣人就不能當總統 陳水扁是三級貧富之子都可以選上總統啦 那賴清德為什麼不能選總統 他今天有沒有靠他爸爸 有沒有靠他媽媽 有沒有靠他家族 沒有啊 他是靠他自己努力啊 那為什麼不可以 這不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主張的 我們在捍衛台灣民主價值 最可愛的一塊嗎 那昨天你看 昨天那個新華社都還copy 我們的在路上 叫做永遠在路上 那我就問習近平一個問題 那你的鑰匙要交給誰 有沒有要接你鑰匙那個 已經被你幹掉了 李克強已經被你幹掉了 難道就是要回到像中國這樣威權專制嗎 所以韓國瑜這句話其實非常嚴重的失言 其實我覺得最近 最近我們在常常在 我們過去在看選舉 其實一直在觀察一件事情 就是尤其在選舉到選戰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 通常就是犯錯誤少的那一方 就是會贏的那一方 因為說實在平常去講 你到今天大概各自的基本盤 你很難再去動他了啦 那剩下一些還沒有決定的 他最近在看什麼 他最近不見得是看你的政見 他在看我比較討厭誰 我比較不希望誰當選 那通常你犯錯就容易被討厭嘛 所以你看嘛 光這個禮拜 今天才禮拜二喔 國民黨陣營犯了多少錯 韓國瑜講那個話 說礦工之子 憑什麼當中華民國副總統 然後再加上我們剛剛討論的 昨天在台中演那一段 我真的哭笑不得耶 這中華民國在從1996年 今年是第八次在選總統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好笑的造勢活動 要用演的是不是 對 你不要跟我講那是台中市黨部的規劃 我跟你講 總統層級的候選人 每一場這種大型的活動 他的run down總部 禁總都要看過啦 那就是禁總OK啊 禁總OK啊 禁總覺得沒問題啊 對不對 你不要跟我講 你看run down的時候不知道 對不對 對 但佳凱樂說是黨部啊 黨部就說公關公司 對 可能安排的時候是台中那邊負責的 這個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最後run down回來 譬如說總統候選人幾點要到 要不要大進場 現場大概有多少人 然後呢 上台講話要講多久 然後要不要大退場 這個run down都要禁總看過嘛 那就代表你也很想演這一段嘛 對不對 那除非說侯友宜你跟我講說 你不知道有這一段 就是你看到的時候沒有體會說 原來是這一段這麼好笑 表示你自己很想演這一段嘛 那你這個演出來好 大家評價不好 你看從昨天到現在 網路上幾乎一面倒的負貧 幾乎沒有什麼贈品 連那些國民黨支持者 大概自己都捍衛不下去 請問你這樣演的意義是什麼 你這樣宣誓完就可以當總統了嗎 對不對 而且你宣誓也不是總統宣誓的事實啊 總統宣誓的事實憲法裡面有寫啊 那你要演就演像一點 你就把那個宣誓事實拿來照抄一遍 他還覺得演還比較像真的在演 就你連當一個敬業的演員都不到嘛 所以這個就是犯錯嘛 然後你看那個遊覽車 我跟你講那個警察 我覺得我不怪那個警察 那個警察一定是被交代說 侯友宜講完話之前不准走啦 因為我跟你講 特勤條例沒有這一條啦 我禮拜六去如足 因為我在賴清德前面講 賴清德講話的時候我也走啊 我也沒被攔下來啊 因為我知道再不走 等他講完我就會被攔住 因為要讓他車隊先離開嘛 所以這是因為很擔心說很多人要走 場面不好看 就怕場面難看嘛 因為你知道台中 你說要動員我覺得都OK啦 現在大家都動員了 但有些地方真的比較偏遠 你要讓他早點回家會怎樣 你如果怕大家早回家 你侯友宜不一定要排壓軸嘛 那你有本事排壓軸 你就有本事講到讓大家不想走嘛 所以大家都先想走了是不是 對啊 你又沒本事 大家聽一聽就覺得 這不是跟人家講的都一樣 就不想聽啊 不想聽就走啊 就早點回家睡覺啊 那你不讓人家走 你要知道 會坐遊覽車去參加你活動的 都是你們市長的耶 他票應該都會投給你 結果本來那一車本來可能要投給你 結果你這樣一來那一車 搞不好都不投給你了